连续两个星期,无论是平时下班后还是周末时间 巴胜子鸡职工都忙于奔走在社区间 爱家爱户针对幸福校园计划的申请家庭,住户做家访 我们给的就是学校的食物补助,或者是家庭比较贫穷的 我们如果是给那些车费,就可以减停他们的父母的负担 哥吉拉瓦尼家里有两个女儿,一个就读小学一年级,一个学前班 家中债务导致三餐温饱成问题,但债库也不能穷教育 哥吉拉瓦尼坚持不放弃孩子的教育 吉拉瓦尼是家中赤子,父亲靠开计程车为生,平时收入不稳定 还要应付五个孩子的教育费,虽然无法减轻家中负担 但吉拉瓦尼达人知道唯有努力念书,将来才有触头天 每次要把他给钱拿那些,给马肯拿的饭那些 想要读很好的成绩,要读好才能拿到很好的工作 没有人可以轻易夺走孩子的求学机会 透过幸福校园计划,实际希望协助贫困孩子安心求学 藉由教育扭转人生 大约新闻马来西亚报导